恭喜天一可以3比0打下这场比赛 那对于这个比分对这场比赛怎么看呢 其实这样就能3比0打下自己 就是也没有想到这么 因为之前交手也都比分也都很胶着吧 然后自己可能在赛前准备上 在心理上对困难的准备很充分吧 那你做了什么样的赛前的准备呢 就是有去回顾以往的比赛的录像什么的 我看到前两局也是进行的非常的快啊 当时是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赛前热身 什么提前进入状态了吗 赛前热身才跟平常一样 就是准备活动上训练 那就看到最后一局的时候 8比5的时候叫了个暂停 然后他一腾又是后面又追分 然后你最后又是一个逆转的 这样子是怎么做到的 可能在领先的时候 一腾在场上搏杀的也比较凶吧 然后自己心理上也就出现一些起伏吧 然后真正落后的时候 反而去静下心来去一分一分去打 那下一场要对战这个曼玉 跟朱千锡之间的胜者呢 怎么看呢 会一场比一场难打吧 然后自己还是全力以赴去做好自己 谢谢